接下来我们叫易兴塔罗占卜 未来一个月 我在哪方面可以挑战成功 好 在这边呢 希望大家在各方面都能够挑战成功 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会选择什么呢 来 我们来装修房屋的时候 最近好流行来装修 你会选择哪一种窗型呢 来来来 第一个呢 就是像这种大片的落地窗 你把外面的阳光全部都踩进来了 第二个呢 是开了一个天窗 晚上的时候呢 可以看见满天的星斗 第三个呢 它是排列整齐的 然后呢 像是美国的乡村风格 第四个呢 它是有一个圆弧形的 而且是很浪漫的法国风 那如果呢 现在你要来装修房子 哪一种窗型是你最想要用的呢 是A 第一个是大型的落地窗 或者是2呢 这个很漂亮 开了个天窗 第三个呢 是美国乡村风 第四个呢 是法国浪漫精致风 哪一个是你喜欢的窗户形状呢 请大家来选择看看喔 来 我来来一奖 佩颖 1 1 1 全部采光超现代的 对 超现代的 也是1 哇 直接 卖个也是1喔 卖个1的 我要2号 2号 我要1号 也要1号 打开中将你要 现在大家都有大片落地窗嘛 对 大家都好不怕晒 对啊 大家都好不怕晒 大家都好不怕晒 来 两位主持人 1 2 3 1 我会很土吗 不会啊 好 我是喜欢看花园的 你喜欢看花园的 好 这个浪漫 那个有花园吗 外面有个花园啊 不然你中够了 而且是浪漫的 我开那个是要看 秋灰 秋灰 你刚刚信搜 哎呀 有信搜了吗 好 我很先走 张胜叔老师 观众朋友选到的 如果你们选的是 2号窗就是这一个 哇 开了个天窗 晚上呢 可以看星空的 在哪一个方面呢 火地进 事业奋进 所向披靡 也就是在事业上面 如果有新的挑战 新的发展上面的话 你可以迎刃而解 也就是说 前面遇到的一些小困难 在这个月啊 你可以很开心的 就跨越它咯 甚至呢 在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也许A B不通 但是C通了 那么呢 你就觉得 这个事业方面 哇 好有心得 好开心哦 恭喜大家 再来呢 我们来看这个 笃灵哥选的 这漂亮的 法国精致 外面还有花园啊 果然很符合啊 则山写 两情相悦 喜事连连 对 好 如果呢 最近啊 朋友们 你有这个心仪的对象 想要表白 或者是呢 但想要告白之外 或者想要准备 怀孕生子的 在这个时候呢 你都可以做一个 好好的筹谋跟计划 甚至跟另外一半 哪度一个小蜜月 也许都能够让你的感情 有所甜蜜的增长哦 好 再来我们来看呢 没有人选的 没有人选就是这个乡村风 如果观众朋友 反而觉得乡村风 还蛮有味道的 那么舒文老师 要先恭喜你 在最近啊 你是平安无事 悠闲过你的人生的 因为你就觉得最近啊 天气也蛮热的嘛 就好好的把自己该做的事情 做完回家吹冷气就好了 最近的事情呢 事事顺心 不需要太认真的去解决什么 这也是一种幸福 对不对 再来呢我们看 果然大家都是人生中的赢家呀 来看看第一个 不怕晒的 恭喜大家 火天大友 台湾双智 那么开心使钱 在这边呢 当然不是说 鼓励大家去做什么 冒险性投资不是 而是最近呢 你会发现 你前面努力的 譬如说你有存股啊 你有买什么股票利息啊 或者是保险 慢慢的在这个月 你看到有收益进来的 甚至前面铺的长线 在这个月呢 你也发现呢 有好的收获了 那么在这里先恭喜你 你前面的耐性 或你前面的付出 在这个月 终于看到他长大了 所以呢 在这个月 如果你有什么 想要再继续铺陈的 想要再继续加码的 都可以试试看哦